哈囉 大家好 沒有東西 好發算了 反正我叫好男呢 是因為這個 我在寫tumming的時候 我還在其中 照我現在也還在其中 所以就一個爆炸一下 然後我是潘童晶 可以開始了 我怕來不及 我要抱著你 直到感覺你的皺紋 有了歲月的痕跡 直到視線變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為了你 我願意 懂也不能懂 也要看著你 直到感覺你的發現 有了白雪的痕跡 直到視線變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直到不能呼吸 讓我們 心應不理 如果 全世界 我也可以放棄 至少還有你 直到我去任性 和你在這裡 就是生命的奇蹟 也許 全世界 我也可以放棄 只是不願意 失去你的相信 你掌心的痣 我總記得 在哪裡 我怕來不及 我要抱著你 直到感覺你的發現 有了白雪的痕跡 直到視線變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直到不能呼吸 讓我們 心應不理 如果 全世界 我也可以忘記 只是不願意 失去你的相信 而你在這裡 就是生命的奇蹟 也許 全世界 我也可以忘記 只是不願意 失去你的相信 你掌心的痣 我總記得 在哪裡 我們好不容易 我們好不容易 我們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我怕時間太快 沒能將你看自行 我怕時間太慢 我怕時間太慢 日夜擔心 失去你 恨不得一夜之間反逃 讓我開心 勇不放手 永不放力 如果 如果 全世界 我也可以忘記 只是不願意 失去你的相信 還沒在這裡 這是生命的奇蹟 也許 全世界 我也可以忘記 只是不願意 失去你的相信 你將心得知 不能記得在那裏 在那裏 謝謝大家 太棒了吧 來這邊 那我們現在有 梓豪老師進行講評 好 那個 我覺得聲音上很適合詮釋這樣的 歌 然後 比較需要注意的可能是像尾音的部分 就是 不是說收法只有 可能抖音這個收法 對 因為你會比較主要的 就是在收尾音的時候 都會是用尾音去做結尾 然後他不會是 因為第一錄音都很聽看 對 那他 不是說只有這樣子的收法 而且感覺有一些是 不是你自己控制的 是就是 聲音到那邊 然後沒有理切 他就是會走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你可能要去聽聽看自己的錄音 對 那 另外 我覺得主歌跟副歌有一個 蠻明顯的差距 就是 主歌的唇齒也蠻重 就你會把它放得很前面 就是很 會有很多 那種聲音的感覺 那我覺得沒有 如果OK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那些的一連直直 就是很多這樣的唱法 但是 到了副歌之後 你突然 換了一個可能 胸身比較多 力道變比較強 然後我覺得到副歌的時候 就變得蠻兇的 對 所以 看你要不要就是 試著把能量累積到後面 有聲器的段落 就把能量做出來 不用這麼早 就把你的能量完全放出來 會覺得說 好像 沒辦法提出 每一段的情緒上的差距 對 那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如果唱Bridge的時候 不用自己唱和聲 對 那個段落應該給它 如果說真的有的話 給它和聲去唱 例如說 身不由己 你不用再唱一支 身不由己 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那個應該是和聲唱的段落 沒有 對 那沒有關係 因為自己唱有點尷尬 對 謝謝老師 喂喂喂 好 那請問 陳岳老師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為什麼只有他有補充 這個要讓我們來 這個 因為時間上 對我剛才發現你們掌控得很好 對 不錯 我覺得你在 就是你在 副歌的時候 然後你肢體就是 站得很好 然後想要呈現給大家的意圖出來 然後甚至在肩奏的時候 全部人只有理師會跟著 就是音樂去做律動 我覺得這個也很不錯 就是很明顯的讓人知道 你是準備好 要來表演 那我想要特別講的是 在主歌的地方 我覺得你共鳴的位置 需要再更沉穩一點 因為它會讓你 主歌的音特別的不準 那到副歌 你共鳴的位置變得沉穩之後 你就會比較音準準 那像你 他前面講的 你前面如果要用唇琴去唱的話 那你的音準就要特別注意 對 那你目前聽起來 音準會比較擅長的地方 是在副歌的地方 那我真的覺得你的肢體是 就是有準備好的感覺 就特別覺得不錯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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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